当然未成年一定是18岁以下 这没有问题 可是如果我希望把成年这部分 再做一个分割多丑 里面大概有包含就是说 18岁以上到30岁好了 算青年 假设18到30是青年 然后再来30到65 算壮年 因为以前是到60吧 不过现在好像65岁还蛮健康 而且都精神都很好 那如果65岁算老年 假设老 我们这只是一个大概 如果我要做一个逻辑的判断的话 那当然目前是两重的逻辑 那如果我要多重逻辑的话 第一个记得 他这个如果你要在逻辑里面 再区分逻辑的话 第一个记得在一幅的下方 利用什么呢 叫一个 其实打一个1它之后会出现 叫EL一幅 叫EL一幅 EL一幅里面的话 特别之后 它的用法其实跟那个 就是一幅的用法还蛮接近的 就是你空一格之后的话 给它一个逻辑叙述 那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去判断什么呢 在这个底下 就是在区分 就是18岁到30岁之间好了 所以这边的话第一个 一样用一个H H怎么样呢 它如果是大于 跟这样 它是大于等于18岁 另外呢有个条件呢 而且要是在30岁之内 所以多一个逻辑叫END 刚刚有提过END 然后呢这个H如果是什么呢 假如是大于的18 而且是小于等于30的话 加一个帽 OK结束的话 OK习惯一定要这样 ENTER过 不过特别注意哦 那你会把ENTER它自动会有个TAP 所以你就不用在打TAP 然后呢这个地方呢 我不要叫 我把它复制一个好了 这边叫做青年 假设这边的话呢 如果呢这个范围之内的都是青年 OK 那这样的话呢又多一个逻辑了 接下来的话呢 我又多一个希望再多一个逻辑是 就是在30岁到65岁之间 35叫壮年了 OK 那我还是壮年了 OK 好那假设了 我在这个Range里面 那其实一样逻辑 习惯上怎么样 干脆就复制一下就好了 所以呢把它选取 Ctrl鍵按住拖拉过来 然后呢就直接稍微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有时候逻辑一样 那这边就把它改成什么了 如果它大于等于30 而且小于等于65的话 OK 那这个就是壮年好了 那当然啊 一样啦 一直可以推 所以以后你就一直往下就对了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把那个壮年输出 其他的话呢 剩下就老年 当然你也可以在这边写一个 elsif h如果什么呢 大于65岁 老 不过其实好像应该就是剩下来的 所以els也可以啦 那这边的话就一个老年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就多一个h数 那我这个地方呢 做完之后把它执行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 确不 有没有正确哦 试一下 如果今天输入55岁的话 Enter应该会跑到壮年这个区块 我给Enter看看 诶没错哦 所以这边的话呢 当然你可以再再按一个执行 如果说66岁 应该要跑什么 跑老年 诶会不会老年 诶没错 OK 基本上的话呢 也就是说呢 你给他一个年龄 他就会按照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剩下来的啦 所以这个有点像第一关第二关第三关 剩下来的 OK 这个逻辑可能你要想得很周延哦 不然的话有时候 好像少判断哪个部分那就麻烦哦 OK 那这个部分请各位试一下哦 那做完之后的话哦 也许可以想想看那个另外有一体BMI的 这个BMI我想大家都知道哦 身高体重啊 如果BMI 那当然这边会需要两个参数 第一个是输入的话 假设我今天哦 如果以这个BMI 请输入体重好了 比如说我的体重75公斤 Enter 身高175 OK 然后把它Enter 他这个输入可能要特别注意哦 那个输入的位置哦 给他再点一下后面那个地方哦 那身高的话呢 175 Enter 那这个时候BMI 应该各位都知道BMI吧哦 BMI的话呢 那刚刚网路上有有那个 你说Google BMI好了 他会有那个你算出来的结果 这个好像是什么 他的这个是一个身高的平方吧 哎就是身高的平方哦 然后呢 应该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那最后其实会是小数点 所以Float 达到一个BMI 那如果这个值哦 假如说是介于是18.5的话 那就过轻 18.5到24是标准 所以如果你Range在这里的话 那如果是24到27是过重 过重然后是轻度肥胖 以此类推 这个是我从网路上去找到的一个资料哦 那我Enter一下看看 嘿过重 OK 所以如果自己可以试试看 自己打一下自己的身高体重 网路上好像你Google BMI会有非常多啦 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 我想这部分请各位试试看BMI这个链子 画面先欢迎各位哦 先利用那个刚刚那个多重逻辑部分 判断那个你是未成年还是青年 所以我们是在两重逻辑里面呢 再增加了两个L一辅 L一辅就是18岁到30岁算青年 30岁到65岁算壮年 那六岁除此之外还是老年 OK假设啦 那这个逻辑判断非常的重要 因为以后哦 你无论写任何谁是啦 都几乎一定都会有逻辑判断的 所以这个逻辑判断千万不能写错 而且要写得很熟 最重要是那个Tab键一定要 下一阶哦 这个你不能跟它同一阶的话 那会产生错误 如果这一题练习完的话 也许可以试试看哦 那个BMI的练习题 那BMI当然哦 那个相关的逻辑 相关的条件网路上一定查得到 大概会有几个range啦 我这边的BMI是怎么样呢 就是小于这个18.5的话是过轻 18.5到24呢是标准 所以18.5到24 所以如果你的那个BMI值 不是在这个range 那就是属于不标准 那24到27以下 那就是过重 然后再来就是轻度肥胖 中度肥胖 剩下来的话就是过度肥胖 OK哦 这部分的话也许可以试试看那个 利用那个BMI哦 试做看看就是多重的逻辑判断 判断那个你的BMI是否合格部分 先可以试做看看 好 好